嗨,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Ben 那今天呢,我來拍一個大家之前都一直強力的推薦我 然後呢,並且私訊我,就希望我拍了一個主題啦 沒錯,我今天就要來拍大家眾所期待的 英語系到底在讀什麼? 英語系大會談啦 那今天呢,是我們的第一集 之後呢,還希望可以出更多集喔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如果你是新觀眾的話 My name is Ben, and I do vlogs, lifestyle, and a lot of mating stuff 那目前呢,我是就讀高雄師範大學 二生三年級 那,我希望呢,這支影片呢,就是給 如果你目前是否在考慮說 欸,我想要讀英語系 或者說,欸,我不知道英語系到底是不是適合我 還是,欸,英語系到底在讀什麼我想更了解的話 那我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喔 好,那如果你是新觀眾的話 記得先按下訂閱,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我會分成差不多三個部分 就是三個parts啦 那第一個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先講的是 就是破除英語系的迷思 那第二個呢,我會跟大家講說 欸,英語系到底大概的內容在讀什麼 然後最後呢,就是我在我的Instagram 大家可以記得去follow 我在上面呢,有問我的同學 還有問一些,也是讀英語系的一些朋友說 欸,他們在進來英語系之前 跟進來英語系之後 跟他們覺得說 實際上他們生活上的改變 還有他們對他們這些課程啊 還有學校的這些生活 有哪些期待跟落差呢 對,希望可以實際的幫助大家囉 好,那第一個呢,我就來破除大家 來講一下英語系的迷思吧 那,我記得我之前上英語系的時候 那就會有很多人問我說 欸欸欸,那就是 英語系到底在讀什麼啊 還有說欸,就是 但是,英語系是真的 就是在讀英文 就英文這樣子而已嗎 那,第一個呢,要跟大家破除的 英語系迷思呢 就是說,欸,我英文很好 我就真的很適合讀英語系嗎 那給大家5秒鐘 5,4,3,2,1 答案是欸欸,錯的 就是你如果覺得說 欸,我自己英文很好 就很適合讀英語系的話 其實這個呢,算是一種 迷思 就是不太恰當的內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其實英語系 雖然他們本身叫做英語系 叫外文系 但是呢,我們其實 會需要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能 還有一些思考模式 所以你不是說 欸,我就擅長英語這個領域 我就可以在英語系 好像就是變成一個佼佼者 成為一個領頭羊 英語系呢 其實我們還是會運得用到 很多不同的實際的一些應用的原則 不論是譬如說 上台的presentation啊 你也需要就是 自身擁有自信啊 然後講話呢 不會含糊 然後我們講話每個字 發音都清楚 那我們其實呢 常常也很需要做很多不同的paperwork 需要寫很多不同的writing 需要做很多的collaboration 所以呢,我們其實需要很大的那種 立即反應啊 思考啊 然後這些思維模式啊 所以如果你對平常 像是高中那種寫作 就不擅長的話 那你來英語系的話 可能就是會對你有點小吃虧 對,因為我們很多的東西其實都需要 以自己的一些言語還有表達方式 在我們心中還有腦中 先創造出來的那些模式 然後再把它翻譯成英文才寫下來 對,那我們呢 這個英語系或外文系呢 其實不外乎呢 就是很需要的 就是五種不同的能力 這五種不同的能力呢 第一個呢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與人合作能力 因為呢 就是外文系 其實你想說 欸,我就一個人做就好啦 以後我成為那個外交官啊 或是我的英文老師 我也是一個人 但是呢,其實呢 在英語這方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課程啊 還有以後的一些實際領域的一些發展 都是需要與人接觸的 所以呢,在這個合作方面呢 你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合作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技巧 在我們英語系 那第二個 當然就是寫作跟書寫能力啊 你想說,欸,寫作跟書寫能力 那就是如果我國文作文不好 然後英文作文也不好的話 那我來讀這個不適合嗎 我也不會這麼說 會說 英語系或外文系 我們的寫作課呢 是來幫助大家 讓我們寫得更好的 所以呢,如果你原本就是覺得 欸,我寫英文寫作 或國文寫作普通而已 但是呢 就是我還是對英語有興趣 那我覺得你還是可以讀英語系啊 因為我們的英文寫作課 本來就是幫助你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說好像 你要很厲害來這邊 才會獲得大家的青睞 而且呢,每個老師他喜歡的特點也不同 有些老師喜歡就是 你很有creative啊 你很有創意 或是說,欸,你很有自己寫作風格 那有些老師呢 會很看重是形式啊 格式上 或者是說 你有沒有達到他想要 你講的一些東西 或是有沒有達到 他想要看的一些topic之類的 對 好啦,那第三個能力呢 很重要呢 就是表達的言語能力啦 因為我們呢 音樂系呢 其實都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進行presentation 就是上台報告 那上台報告你也想說 欸,沒關係啊 上台報告就是 可能講一兩分鐘英文 這有什麼難得 我跟你講才不是這樣子 這也是我們大家一般想說 欸,上台講英文 跟我們想講英文好像 就是很簡單啊 就上去講就好 但是呢,你真正上台的時候 你一定會很緊張 那加上呢 你緊張的時候 你會犯錯、講錯、實態、用錯 然後那些第三人稱 要不要加s啊 度要不要變成doss啊 然後呢 he啊 she啊 那些名字啊 你心裡就會整個 就是像核爆一樣那樣子 就非常緊張 所以呢,我覺得說 你的言語的表達能力呢 如果你原本就還不錯 或是說,欸 你對言語的表達能力 想要加強訓練的話 我也覺得 英語系的很多課程 都還蠻適合你的 當然就是如果你想成為 英語系裡面的領頭羊 或是佼佼者 或是說 想要變成就是 老實、青睞的一些對象的話 言語表達能力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不論是在 我剛才講的那些 報告啊 或是presentation啊 或者是一些 簡報的呈現之外呢 我們其實 英語系有很多很多的老師 他們也很喜歡 隨堂的問同學問題 或是隨堂小考 或是呢 就是問你的意見 你的表達能力 你的思維模式 你要講什麼 你就要馬上想出來 不然的話 就是就會變很尷尬場面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 第四個能力呢 就是思維模式啊 就是你的思考模式 我覺得 英語系呢 就很重要一點 就是在培養你的思維模式 但你的思維模式呢 不要就是很局限 要是 朝大方向 朝國際 international的方向去想的 像我們其實有很多課程 不論是英文寫作啊 還是英語聽講啊 還是 很多語言概論啊 這些其實我們都不是說 好像就是 看著台灣的一些範疇 或台灣的一些學術理論 來 繞著運行 那我們反而是 會跟很多世界的一些 學術論文界 鬼 對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思維模式呢 在我們英語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個能力 那最後一個呢 我也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不外乎 就是 你和同學之間的相處能力啦 這個跟前面那個 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能力不一樣 合作能力呢 比較像是說 我們兩個要一起產出一個東西 這樣子 就產出一個作品 可是呢 我說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能力呢 很重要一點是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其實 我們英語系呢 我覺得我們英語系還蠻團結的 所以呢 如果就是你的 溝通能力呀 或是說你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能力不好的話 不外乎你可能就會漏掉很多很多重要的資訊 當然我覺得不只是英語系 一定是每個學系都是差不多這樣子的 你上大學很重要一點是說 你要培養你 跟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啊 還有 和諧啊 還有相處這些能力 這樣子呢 就是才可以對你未來大學啊 還有以後 就業的發展能力會更好 好 那接下來呢 破除英語系迷思的第二大點呢 就說 所以來讀英語系的人 英文都會變得很好嗎 這邊呢 我也是給大家五秒 五四三二一 答案是 不一定的 我跟你講 你來英語系呢 不一定 英文就變得很好 像我很多同學都說 他們覺得他們讀了英語系以後 好像反而 英文能力有下降 因為呢 其實我覺得在 英語系裡面有時候 很多老師他們看中的 反而是你的表達能力啊 或是說你的 創意能力 反而就是很多像高中那種文法啊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都還要自己去複習 因為我們的課程呢 就是又銜接到下一個名意思了 英語系或外文系的課程 就跟高中的英語課程差不多內容嗎 這個也是理所言 就是不對的喔 我跟你講 大學的英語系跟外文系呢 跟高中的英文課程內容呢 有非常非常大不同 所以呢 簡單來說呢 高中的英文課程 只是幫你建造了 你可以未來朝英語系或外文系 這個系所發展的一個基礎 那後面呢 其實就是比如說像是 前面這個就是在發酵麵包 高中的課程就只是在 你在揉麵發酵麵包這樣子 那實際上你要怎麼做出來這個好色麵包呢 揉出怎樣好看的形狀 就是看之後的英語系 你實際去讀 然後呢 如何影響你 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 對 所以呢 你不要想說 我讀英語系 我只要去讀英語系 我英文能力就會變得很棒嗎 我跟你講這是不一定的 你去讀任何一個 不論是什麼系 你都要認真讀 這樣子的成效呢 才會變得很好 或是說 你要真的就是 還要額外的花時間去push自己 去讓自己吸收更多的知識 或是複習以前的那些英文文法 你才不會像是說 好像你為了focus在現代的課程 然後你就忘記之前的東西 所以呢 讀英語系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耗時 然後呢 也非常耗力的一個學系 那我覺得它真的是還蠻辛苦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讀英語系 然後並且呢 想要成為裡面的佼佼者的人的話 我覺得的話 你是要非常的花心思跟花死苦力的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分享說 那英語系到底在讀什麼呢 我們英語系呢 大一大二的課程 不外乎呢 就翻成了三個不同領域 第一個呢 就是語言方面的領域啦 第二個呢 是文學 第三個呢 是實際應用 那語言方面的領域呢 你就說 欸語言方面到底是什麼 我跟你講 並不是我說的剛才那個 上台報告presentation喔 或者說 也不是說 上台簡報啊 或是隨機應變這個 這不是語言的課 語言課呢 不外乎呢 就是在講 我們的聲音 這樣linguistic 再講 phonology 這樣 phonetics 就是語言概論 然後語音學 跟音韻學 跟音韻學 這些東西之類的 他主要就是講說 我們講話啊 或是說我們發聲啊 或我們講每個英文的母音啊 或是說外國的字 或台灣的字 我們其實都有很多規則 跟原理 還有發聲 還有舌頭是怎麼動的 還有呢 我們的咽喉啊 還有我們的就是鼻腔啊 裡面的發聲 還有震動 還有那些共鳴 是怎麼樣怎麼樣完成的 然後呢 還有就是 像是那些 那個音標啊 那些什麼標啊 然後哪些東西是在前面啊 哪些東西在下面啊 哪些是捲舌音啊 哪些就是是什麼 stress啊 哪些是沒有stress啊 然後呢 語言概論的話就更複雜 語言概論還在講說 就是譬如說 語言的組成有哪些 然後語言的表達有哪些 然後呢 語言的架構有哪些 然後呢 一個字的字是怎麼樣 然後呢 一個句子 它是怎麼樣被分析的 然後呢 很多很多 比如說 Linguistics就分成很多了 分成Sematic Promatic Phonology 然後呢 很多很多很多 對 所以呢 語言的課呢 算是我們英語系 就讀的學生來說 會覺得蠻硬的一個課程 所以呢 如果就是你之後想要讀英語系的話 我覺得 語言的課應該對你來說 會是一大挑戰 因為它跟高中的課程 就是非常不一樣 就你覺得說 哦 我就是自然發音法 然後說 我都會那個什麼 就是母音啊 那些那些表的那些 我都記得 我跟你講實際運用起來 就是不一樣 像我們有一堂課呢 就是在大一的時候 就是叫做 Phonetics 叫語音學 然後呢 那堂課就是 之前就是很瘋的 有一個課程 就是 它就是要我們聽那個人講話 就譬如說 然後他說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然後他說 I'm doing just fine 這樣子 那你就要把這些全部的字 下面的音標全部寫出來 然後還要標那個重音 Stress 怎樣這樣之類的 對 然後你想說 就這樣子很簡單嘛 如果我都會那個表呢我就會啊 可是我跟你講 它的那個音調的高低啊 還有那個負的那個 就是還有second stress在哪邊 你都還要標出來 所以呢 就它其實沒有你想要這麼簡單 好 那接下來呢 然後來到第二個啦 就是文學方面的課程 那文學方面 可是你一定想說 欸 既然就是語言方面的課程 已經是英語系的一大重擔了 那你想說欸 那 那叫什麼 文學的課程一定就是比較簡單的啦 我跟你講錯 文學的課程在很多很多同學裡面 反而呢 是覺得說欸 是反而相對較難的一個課目 因為那文學的課程呢 不只是你要看得懂 你還要可以產出自己的東西 像文學的課 就有很多 譬如說像西洋文學概論啊 然後 閱讀指導啊 然後英國文學史啊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相關的課程 那我們會讀的東西其實呢 不只是小說 像有些同學就是跟我講說 欸 你們是不是都在讀小說啊 或是說 一些歷史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跟你講不一定 像有些老師他們就是偏好舞台劇 有些老師偏好文學史 有些老師偏好 烏托邦文學 所以呢 要看你接觸到的老師到底是哪些 那我覺得讀文學呢 最困難的一個地方應該就是說 他有時候會問你很多 或是說 或是說 他會問你說 那你自己的expect是怎麼樣 你自己的 一些產出 就是你自己覺得說 欸 那你對這個 比如說 你對這個現象或是說 欸 那你對這個理論的感覺是怎樣 那你贊成嗎 然後呢 為什麼 然後呢 如果你不贊成的話是為什麼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用全英書寫 然後呢 我們是要用 AC的模式來寫 對 所以呢 就是很重要在文學課的方面的話 就是你要除了譬如說 你手寫的手速要夠快之位 你文法也要用 對 然後呢 你要在適當的時間內產出一定品質的文章 對 所以呢 文學課其實很重要 那最後呢 一個科目呢 就是實際應用的課程啦 那實際應用的課程呢 不外乎呢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 英語聽講 英語寫作 然後發音練習這些課程 對 那 就是我覺得這幾個課裡面 最難的應該就是發音練習 因為你一定會想說 發音練習就是講一講而已啊 很簡單 我跟你講 沒有 因為呢有些字 他們不是 他們算拼字不一樣 可是呢 他們念起來發音都一樣 那老師有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很瘋 那老師就說 那我講 現在講哪一個字 你就要把哪個字圈起來 可是問題是比如說 像球好了 那跟碗 這兩個字是完全聽起來差不多的 那你怎麼知道到底講哪一個 對 所以你知道 這個課程其實還蠻有趣 一方面蠻有趣的 一方面也是蠻困難的 就在考驗大家 對 所以呢我覺得 英語系呢 到底在讀什麼呢 那就是簡單跟大家講說 是分成了語言文學跟實際應用這三個不同的領域啦 好那最後一個環節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讀英語系或是外文系的同學啊 在我instagram上面回應了我哪些有趣的一些回答 好那我就是問大家說 欸 就是就讀英語系之前啊 跟讀英語系之後 你覺得 生活還有課也有哪些不同 然後呢 第一個同學他講的非常有趣 他說什麼 他覺得說 實際想像會說 欸全英交流 然後與外籍生開派對 然後實際上是 Everybody Welcome to the linguistic class the first dog thing is 呵呵呵 呵呵 這課你就在講說 他想像說實際 如果來到英語系 應該會是全英教學 像外國 像UCLA 像UC Berkeley 像NYC那樣子 這樣子 在在紐約這樣子 啊 跟大家講話 然後跟外籍生開派對 這樣這樣之類的 那結果反正 來到這邊後發現說 語言學概論 是非常非常 鬧人的事情 等到如果你之後 真的去讀過英語系到大二的時候 你就會面臨到這個課 真的是 A challenge 好 那第二個同學是說 欸 以為需要花時間在課業的時間 可以砍辦 結果並沒有 我跟你講真的 不論是哪個學系啦 你只要是 有在花心思讀的 你都不要想說好像 會比以前高中輕鬆 因為呢我覺得大學跟高中最大的不同呢 就只是說 大學生可以比較 自由的運用自己的時間 那高中生比較不行 但是呢其實課業來說我覺得 高中的話 就是雖然他很累 可是呢大學那種是 另外一種形式的類 就也一樣是類 好 那另外一個同學呢 第三個同學就說 欸以為英文會變好 但其實高中時 英文進步的最快 我跟你講是真的 因為呢高中的時候是有人會推你 但是呢你在大學的時候你是要自己往前的 好 那下一個同學呢是一位學姐 那他說欸 課業方面我以為會很輕鬆欸 但事情爆炸多 作業跟報告源源不絕 我跟你講是真的 而且呢 我跟你講大學就像在爬山一樣 大一就是真的任你玩 你想要做什麼事都可以 大二呢欸 開始慢慢變難了 開始在半山搖有點累了 大三在山頂 氧氣不足 快死掉了 然後大四呢 開始走下坡 你可以很輕鬆的 但是呢 為你走到下坡 走到平地以後 你就要去找工作了 好 然後呢 下一位同學也是說 他說欸 以為大家都可以很流利的秀英文 但其實沒有啦 哈哈 大家都一起結結巴巴 我跟你講是真的 因為呢你實際運用跟你 想像的 是真的完全不一樣 好 那下一位同學說 欸 他想像說 是不是都在念 外文小說 我跟你講就跟我們剛剛講一樣 就是 等到你自己在讀外文小說的時候 你就會想 這是一個嗜好 這是一個興趣 然後讀我很開心 可是當他變成作業或考試的時候 你就想要把它丟到粉畫爐裡面 好 接下來啦 下一位同學說 文學的課好多 我跟你講 文學課真的很多 因為文本 就是每一個都跟字典一樣厚 然後那個字典就是 你往窗外丟都可以砸死一隻貓的那種厚度 然後每一頁呢 我不知道什麼 他都要做的跟蟬四一樣薄 你都很怕把它撕壞 好 那下一個同學呢 是說實際上 非常無聊 我真的覺得大學 大家會把它想像的太美好 但是呢有時候是真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在用心讀這個課程 或是說你有在用心想要增進自己的技巧的話 你真會覺得說蠻累蠻無聊的 那我覺得說就是 因為呢大學本來就是一個經驗 你在獲取的是經驗 而不是你想要得到 比如說很高的成績啊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我覺得 建議大家如果 不論是你讀任何學系都一樣 就是呢我覺得大學就是 找到你自己的興趣 找到你自己的熱情在那邊 然後呢並且 同時兼顧於學校 就是你不要讓你不要成績太低 不然的話假設 如果你以後想要申請外國的學校或研究所的話 也會有困難 所以呢大家就是記得在大學的時候成績還是要盡量保持在中上 好 然後呢下一位同學說 就是想像的生活跟實際生活呢 他是已經完全破滅 我跟你講真的 如果呢就是你一開始就想像說大學生活就是非常非常chill 那都是party time的話 你一定會幻想破滅 好 最後一位同學說呢 以文學的話來說呢 本來以為文學好單純呢 結果根本不是 我跟你講真的 文學就是他層面真的很多 他意涵也很廣 之後呢如果EP第二集的話 我再跟大家就是更加的深入探討 就是英語系的更多層面 然後還有一些好玩的事情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說 英語系到底有哪些迷思 還有英語系到底在讀什麼 還有呢就是實際讀了英語系或外文系的同學 他們對之前跟真正進這個系以後 他們的感想是哪些 跟大家分享 好那今天影片就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並且訂閱我 然後呢並且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所有 曾經對英語系都感興趣的同學 或是對他好奇的同學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